中国有句俗话叫吃着玩里的看着锅里的 形容人太贪心了 可是这种贪心在娱乐圈还挺盛行的 跨行跨界是无处不在 最近有一位怀插歌唱梦想的资深演员 遇到了出摄影视圈的歌谈新人 两人对戏有的开朗 演得非常好 演得我都很有压力 我觉得我得好好演 一向对演戏很挑剔的陈建斌这么夸奖金志文 还真是让人意外 在电影《洋牛到我家》中 歌手出身的金志文扮演的是京剧团团长 顶头上司是陈建斌 虽然演技得到了这位上司的认可 但毕竟是首次触电大荧幕 金志文这心里还是直打鼓 这回跟两个资历这么深的演员合作 我心里就是有没有什么压力啊或者紧张 其实挺挺来之前压力挺大的 这个上来的对手戏就是 第一场戏就是跟斌哥的戏 我演戏上的第一个师傅了 就是他用他的方法 你觉得这样 然后各种走位 然后台词的说出来的感觉 他就一点我就明白了 就是这个不是说我聪明的问题 是点的好 看来陈建斌私下里 没少传授金志文拍戏的经验 说起来虽然两人是头一次合作 但一年前陈建斌就认识了金志文 我去年在拍一个戏 夏天我整个都在拍一个戏 蒋浅浅就我老婆就跟我说 哎呀他说现在你又没有看一个电视节目呀 我说我没有 你一定要看那个决赛 我看了 我觉得非常好 正因为对音乐的共同爱好 陈建斌和金志文也特别投缘 这次有机会和身为音乐制作人的金志文合作 此前一直想要打入音乐圈的陈建斌 也早早跟这个小兄弟打好了招呼 我准备呢就是进入这个音乐圈 希望能够得到这个金志文同志的这个帮助 我刚才跟他聊的嘛 准备就是让他帮我做一首 其实爆料一下 这个冰哥不仅仅是愿意唱歌的问题了 他还写歌 然后现在有不同的大腕制作人 在帮冰哥在整理他的作品 那我可能也会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来 然后帮助冰哥圆他音乐梦